政府越來越大 規定越來越多 紐約出了一個保守派大媽都叫好的法案 泉州未來在2010年之後出生的人 全面禁煙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難道紐約政府這麼在乎你的健康嗎 安樂死是一個非常奇特的議題 在很多國家都已經通過了 而且擴張的越來越嚴重 現在在荷蘭開啟了一個新的 嶄新的方針 OK 1到12歲的小孩 也可以享有安樂死 只要家長同意跟醫生簽字 你就可以合理的殺死你的小孩 我們的世界變得越來越扭曲 越來越奇怪 變性人在美國基本上是橫著走 Well Thomas 左派自由派叫他Leia Thomas 就說出了真理 保守派不能半吊子接受變性人 這樣子很虛偽 我完全同意這樣的說法 今天來探討一下 這個打敗所有女人 破各項女子游泳紀錄的男人 他最近說的話 最後最近很紅的這位變性人 我應該要停止說變性人了 因為變性人並不存在 只有變態的男人而已 他又爆紅了 最新派出了一台抖音 呼籲我們的社會 叫錯性別的人應該是重罪 應該要是非法的 如果這個東西成立的話 那各位覺得 我應不應該把之前說 我看不出我是男人 還是女人的留言走出來 然後把他們全部關在監獄呢 這個頻道訂閱 大概有差不多一萬三千人 真正看的人 大概一千到兩千人 每個月固定支持 我們的人數只有93個人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每個月都在經濟危機當中 所以在我們開始之前 請你去我們的Coffee 參加我們的會員 直接來支持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這個頻道是100% 由你這樣子的觀眾來支持的 我們需要自己的媒體 我們需要真正的使用聖經的角度 來看現在發生的事情 看新聞 我們不能只看自己爽 而是要真正的付出行動 努力的來維護我們的家園 維護我們的價值觀 加入會員之後 就可以參加到我們Discord的聊天室 裡面100%都是跟你一樣 志同道合的人 不然他們就不會來支持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抵抗左派的侵蝕 我們每一根都必須要付出 而且一起抵抗 請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這個影片 當這個新聞頻道的後盾 讓我們一點一滴的翻轉這個時代 從自己的家庭開始 建立基督的價值觀 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我是Eth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上個禮拜我們講到了控制 還有他們想要做什麼 OK 紐約出了一個新的法案 真的是讓我非常的憤怒吧 因為他們真的是在把人民當成是 Noni no koru Noni no koru 不知道的人就是腦殘的意思 OK 日文的這個殘留在記憶裡 殘留在腦中的意思 OK 但是透過這個法案 我們可以完全的了解 文化跟政治的關係 紐約的民主黨現在提倡全面禁止販售香菸 任何人都不能買 紐約要成為全美國全世界最健康的城市 不是說什麼24歲之前21歲之前18歲之前不能買菸 而是整個州禁止買菸 你18歲的時候你可以參軍 你可以去敘利亞打恐怖份子 你可以去義拉克 但是你不能抽菸 如果你是在2010年之後出生的話 你一輩子都不可以買菸草製品 這個是來自4月13號的會議記錄 來自Jennifer Lee 是紐約的衛生安全部部部長 保守派看到這個東西馬上的反應就會是 你看這些左派大政府的政策 就是要把政治放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我們要為自由而戰 對不對 我們就是應該要有這個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自由 想抽菸的話就抽菸的一個自由 不只這個樣子 還會有一對婆婆媽媽會自己以為很正義的說 淨菸很好啊 我最討厭香菸的味道了 對不對 民主黨雖然常常有些這些很奇怪的政策 但是我支持這一個 政府就是應該要用力量去禁止那些 對身體有害的東西 不抽菸最好 但是事實就是不是這個樣子的 為什麼呢 因為紐約在禁止香菸的同時 在開放大麻合法化 毒品合法化 抓到身上如果有芬太尼的話 不會有事 還有專業的納稅人支持支付的吸毒所 事實就是大麻跟其他毒品的化學物質 跟有害物質比香菸多的多的多的多 我不是在這邊鼓勵別人去抽菸 我也不抽香菸 但是如果我跟我那種就是很愛裝逼的朋友 在一起慶祝什麼東西的話 會點一根雪茄 然後接下來的20分鐘就會在那邊質問我自己 我點這根雪茄幹嘛 好臭哦 這麼大一根 我腦子有動哦 幹嘛跟別人學著裝逼 難道這就是所謂的同己壓力嗎 不過還好這樣的事情不常發生 因為我基本上沒有任何的朋友 這個不是政府為了你的健康 政府為了整個城市的健康去搞什麼法案 大麻比香菸殘害身體多多了 尼古丁會造成你的身體什麼事 會讓你的心跳加速 會讓你在短時間內好像比較專注 尼古丁會讓你有理由 跑到辦公室外面偷懶個5分鐘 大麻會讓你怎樣 大麻會讓你的動作變得緩慢 讓你的大腦運作變遲鈍 會讓你餓 會讓你變笨 而且講一堆不好笑 但是自己以為很好笑的廢話 什麼樣的人會吸食尼古丁 就是普通的人 小混混 抽香菸 保守派會為了裝逼 然後抽雪茄 然後那種領子上打個啾啾 那種會弄一個菸筒 自己以為是福爾摩斯的那一種 那聽到這裡你會說 我也是保守派 我也不抽菸 對 那是你 Good for you 川普跟他的小孩 每次說再見的時候 永遠最重要的重複一句話就是 不要抽菸 不要喝酒 不可以碰毒品 所以你很棒 但是普通的藍領階級的人 跟這個保守派 吸食尼古丁 這個是從17世紀就開始的一個 上流社會的流行制度 扭曲的流行 那吸食大麻的人是什麼人 我沒有認識一個保守派的人會說 天啊 大麻合法化實在是太好了 這簡直就是自由啊 我不認識任何一個保守派的人吸食大麻 或是認為大麻是好的 大麻只有神經病的左派才會去吸的東西 看你的小孩是不是變成一個大左派最好的問題 就是問他說你覺得大麻應不應該合法化 各位如果有小孩的話可以回去測驗一下 所以現在在紐約發生的事情並不是一個自由對上獨裁的事件 你看到的是一個文化的內戰 也就是保守的思想對上自由派的思想 他們可以說你看我們的法案很多人支持啊 我們有在做一些保守派的媽媽希望發生的事情啊 而且你看我們紐約多保守啊 對不對 我們使用政府的力量來禁煙 你們敢嗎 這個只會造成更糟糕的事情而已 就像Woodrow Wilson當時的禁酒令一樣 只會造成更多的幫派火拼 更多的屠殺 紐約已經廢除了一堆警察經費了 然後呢 現在你要警察到處去抓別人是不是在抽煙 這也證明了一件事情就是美國是個多麼思想分裂的國家 一邊的人認為說不可以殺小孩 不可以傷害小孩 另外一邊覺得說殺死小孩很好 經濟不好的話就殺死小孩就好啦 小孩生下來之後還要幫他信洗腦 因為這個樣子代表自由 這個樣子叫做美國 my body my choice 現在變成了你抽煙都要關 自由到底是什麼 什麼是美國 你問現在的美國人會得到各式各樣不同的說法 那說到孩子 OK 我們都知道抽煙對身體不好 抽煙傷身 很多國家的最高的死因都是因為肺癌 所以很多保守派的大媽覺得說 政府禁煙很好啊 拯救生命啊 我最討厭煙味了 雖然這是個左派政府提出來的政策 但是我支持 其實他們的目的只是想要利用你討厭香煙的觀點 來奪取你的權利而已 他們真的在乎你的生命嗎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沒有任何政府會在乎你的生命 在任何的政府裡面 你只是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會投票給我嗎 這個數字會服從我嗎 這個數字會給我納稅嗎 政府只在乎這個 不用說大家都認為是索多馬 俄羅摩拉的美國 OK which is not true OK 亞洲的國家還有文化價值觀 比美國糟的非常非常多 而且你們沒有AI news在報導這個樣子的新聞 今天來討論一下荷蘭 荷蘭剛擴張了一個自殺法案 包含到了從一歲到十二歲的小孩 一歲的嬰兒還不會說話 一直到青春期之前 醫生可以合法的屠殺他們 荷蘭的立法院剛通過了 十二歲以下的小孩 只要父母同意 而且小孩會經歷unbearable and endless suffering 的話 只要兩個醫生同意 就可以給小孩安樂死 荷蘭的官方的說法是說 這是為了減輕痛苦 那些病人如果幾天後就絕對會死掉的話 那這些是個非常極端的案例 他們如果必須承受痛苦的話 我們可以幫助他們不要痛苦 不要疼痛 不要受苦 那我們都知道 安樂死不會只停在那個地方 醫生是貪婪的 他們會想要賺錢 他們不在乎你的生命 你只是數字而已 現在的醫生跟以前的醫生不一樣了 以前的醫生發誓要拯救生命 現在的醫生要發誓結束痛苦 跟加拿大的案例一樣 安樂死只要一通過就會慢慢的擴張 你只要心裡哪裡不舒服 或是有一點憂鬱症的話 跟男朋友分手了想不開 馬上就可以去死了 醫生可以幫助你 殺死你自己 甚至只要政府認為說 你活著沒什麼價值 你活著只是個流浪漢 拯救你的生命 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都可以說服你 讓你自己去安樂死 有一個很有名的案例 在這篇報道上 這是幾年前的報道了 有一個老人痴呆症 又長期酗酒的一個70幾歲的老太太 一個女人被他的家人跟醫生說服了 簽了安樂死的切結書 在執行安樂死的當天 他可能忘記他簽了切結書了 所以在手術台上面反抗 把靜脈注射那個針頭拔出來 說他不要死 然後那個醫生就說 不行啊 你已經同意了 你的家庭也同意了 你簽名在這個地方 OK 這個你現在今天日子也是你選擇 時間也是你選擇 你現在就是要死啊 對不對 藥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那個女人的家人 把他壓在病床上 把安樂死的藥打到他的身體裡面 各位可以想像這個樣子的畫面嗎 我今天只有把報道放出來而已 如果你要找影片的話 你自己去找 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事件 這個會讓很多可能只有一點點憂鬱症 或是那種老人覺得自己沒有用 是家庭的累贅的老人 激勵他們放棄生命 鼓勵他們去死 然後現在他們要把這個樣子的東西 開放給小孩 讓小孩也去死 很多人看到這個東西的話就會說 天啊 這個太可怕了吧 怎麼可能會這樣 這個是怎麼發生的 怎麼會到這樣子的地步 這個世界 絕對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跟很多的人看到現在的兒童變性一樣 很多人會問說 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怎麼會到這個地步 但是這些事情是絕對會發生的 因為當我們接受了安樂死這個想法的時候 平安快樂的死亡 Euthanasia 意思就是好的死亡 會用很多東西包裝 不會痛囉 不會痛苦囉 你好勇敢戰勝病毒 但是其實不是的 這樣子的死亡方式 是最糟糕的死亡方式 是完全放棄 完全沒有任何希望 沒有任何盼望的死亡 連你自己都放棄了你自己的死亡方式 當我們接受了這個觀點 在絕望中死亡是個美好的死亡方式的時候 這個社會就絕對會把這個好事好消息 放到我們的孩子身上 當我們的民主決定說 我們的生命是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上的時候 這個代表自由的時候 就一定會把這個樣子的自由 帶給我們的小孩 我們愛我們的小孩 我們想要把最好的給我們小孩 就跟變性的議程一樣 如果變性是個好事 是代表說在做自己 是代表自由的話 那就一定會在小孩身上進行 如果我們不讓小孩有這個樣子的自由的話 有這個樣子的美好的話 反而是殘酷的 如果一個小女孩真的被困在小男孩的身上的話 那我們當然就是要幫助這個小孩子變成真正的小女孩啊 特別是在青春期之前 我們就是要介入啊 不然他的男性荷爾蒙進入了之後 要幫助他的話不是更困難了嗎 當然這些全部都是虛假的 在安樂死這個例子上面 就是你沒有資格殺死任何人 包括你自己 不應該有任何人有正當的理由可以殺人 殺死自己也是謀殺 也只是一個殺人的慾望 當我們允許這個樣子的殺人 你看這些人在社會上沒有任何的幫助 乾脆就讓他們去死吧 這個樣子對社會還比較好 當我們有這個樣子的想法的話 那殺小孩也會變得合情合理的一件事情 就跟所有的謊話一樣 只要說一個小謊 就必須要說各式各樣大謊 來解釋我們說的小謊 跟罪一樣 如果我們接受了罪 我們就必須要接受更多更大的罪 這句話不只是基督徒這個樣子說 不只是保守派這個樣子說 連左派連變性人自己都這個樣子說 Will Thomas 那個人高馬大 比我大概高出來三個頭的這個 女子游泳比賽破紀錄的這個男人 他最近上了一個廣播節目 他說保守派很虛偽 很多保守派尊重他身為女人的自我認知 但是卻不接受他參加在女子的這個比賽裡面 是完全不合理的 我們來看一下 既然是女人的不合理的 女人是演員的 女人是人的 女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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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強人們 沒有保守派的人在攻擊你們 我們這些保守派的人希望你成功 希望你做自己 但是那群像Layer Thomas這樣子的人 在扭曲女權 是這群人現在說他們才是真正的女人 你們這些女人什麼都不是 他們認為他們只要留了長頭髮 去游泳的時候穿個泳衣就是女人了 你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化妝出來的東西 你一文不值 他們來侵佔你的廁所 侵佔你們的更衣是奪取你們的獎盃 奪取你們的獎學金 但是 Well Thomas是對的 那那個娘娘腔的這個男主持是完全錯誤的 但是Well Thomas在這個變性人是對的 他對於這些保守派的指控是完全100%正確的 沒錯 當保守派在那邊說我尊重你的選擇 我尊重你的自我認知 我尊重你的自由 但是你只能在這個情況下 當女人 你在那個情況下的話就就就不是個女人了 這種半吊子的支持是虛偽的 你不能只承認我是個女人而不接受我是個女人 沒錯 Well Thomas的邏輯是完全正確的 他不只是一個很會游泳的人 而且在所有這個變性人族群裡面他的邏輯是正確的 OK 變性人的議題在我們的文化裡面 要不然就是完全無條件的被接受 這個就是他們現在在推行的東西 我們性別要不然就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意義 不然就是有完全的意義 沒有什麼 Sex is sex Sex就是 sex Gender就是Gender 性別是性別 性別認知是性別認知 沒有這個樣子的東西 如果在這個國家裡面 女人有自己的廁所 女人有自己的體育項目 而且是被法律保護的話 那就沒有任何的假女人可以參加 因為假女人並不存在 只有神經病的變態男人而已 當我們說自我認知是女人的男人 也可以參加在女子的游泳隊裡面的時候 就表示女人的體育項目沒有被保護 因為Will Thomas這樣的人 會進去把屬於女人的榮耀 女人的獎杯搶走 只因為他想要自我感覺良好 只因為為了他爽 我們可以知道變性人要不然就是存在 要不然就是完全不存在 只有這兩個選擇 我們不可以妥協 現在有很多父母 家裡出了很多問題 基督徒家庭也是 我們常常聽到就是 我的小孩說他自己是變性人 他改變了自己的名字 而且要求所有的人都要使用他自己 新創造出來這個名字 這個身為父母我應不應該接受 這也是無傷大牙 只是換個名字而已嘛對不對 我接受他也算是愛對不對 我知道很困難 特別是這個樣子家庭的父母 我沒辦法想像 而且我也絕對不想經歷 我沒辦法了解你們的痛苦 但是我們不能接受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聖經上面說要孝敬父母 honor your parents 名字是父母取的 我知道這邊的華人的英文名字 其實都是自己取的 沒有特別大的意義 也不知道名字代表了什麼 但是孩子的名字是父母取的 他們必須給你honor 他們必須honor你給他們的名字 名字的意義其實非常重要 我們禱告的時候是奉靠耶穌基督寶貴的聖名 大衛迎戰哥利亞的時候 是靠著萬君之耶和華的名 路加福音耶穌在趕鬼的時候 問那個鬼就是你叫什麼名字 改名可不可以 在聖經裡面其實改名是非常常見的 亞伯蘭變成亞伯拉罕 雅各變成以色列 西門變成彼得 如果改名字是要榮耀神的話 那我覺得改名字是一件很棒的一件事情 但我姓主的人叫做Andy 他就覺得他自己要像提摩他一樣 所以他就改變自己的名字 叫做Timothy 你如果是在高中的時候認識我的話 你大概會叫我Vick Vick被警察抓過 而行為又不檢點 所以現在叫Ethan 如果你是個新造的人 有著新的人生 而且你要用你的名字來榮耀神的話 改名字是一個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變性人們 那些人他們改名字 他們唯一的目的是什麼 他們不是要榮耀神 不是要建造人 而是要攻擊家庭 攻擊他們最愛的人 當他們在要求你叫他們新的名字 然後說如果你不叫我新的名字的話 就是不愛我 是在殘害我 是在攻擊我 那麼我們就更不能妥協 我們要愛的是真正的他們 不是他創造出來的虛假的人 接受他們新的名字 就等於是接受了他們虛假的性別認知 就是讓他在跟他們的罪妥協 這個樣子的話 就不是出於愛 而是出於絕望 我們有沒有勇氣愛神超過愛我們的孩子 我們有沒有勇氣 不跟被世界吞噬的孩子妥協 在這個小小的換名字上面就可以看得出來 給他們事實 真正的愛他們 甚至隔離他們 直到他們認罪悔改才是真愛 讓子回頭的故事告訴我們 那個主人 只要那個小兒子悔改 回來了之後 他就可以有所有當兒子的榮耀 神在我們吃了分別善惡書上面的果子之後 是把我們隔離的 而且請兩個天使守在伊甸園的前面 不讓我們進入 因為神愛我們 不想要我們永遠活在罪裡 然後永遠跟他隔絕 我們面對我們的親人也是一樣的 不可以妥協 妥協了反而是在傷害他們 殘害他們 而且讓他永遠活在罪裡 名字的重要性是絕對的 如果你不是個基督徒的話 你要知道的就是 任何一個犯人 任何一個國家 罪犯進到監獄裡 第一件事情 就是失去了他們的名字 變成一串數字 只是一個編號 失去名字 代表你失去人格 失去人權 你只是個奴隸 那說到進監獄 我們可以知道左派的人想幹嘛 他們想要控制整個世界的 整個文化價值觀 他們想用撒旦的價值觀 來統治世界 他們認為不同意他們的 應該是非法的 如果跟他們理念不同的話 就應該要進監獄 言論自由 應該要以他們的言論為自由 真理事實 全部都應該廢除 這個世界應該為了他們而旋轉 我們應該要把他們抓起來啊 對不對 只要那個人不認為我這個大男人 是個美麗又耀眼的女人 就應該是非法的吧 對不對 我就代表慈愛 我就代表自由 我就是代表女人 不同意的請舉手 各位可以想想看 這個議程的這個進行 我們從 不要這麼大驚小怪好不好 我們只是想要做自己啊 這東西跟你有什麼關係 會影響到你的人生嗎 只是想當一個變性的做自己而已 到現在變成 叫我一個美麗的女人 不然你就應該要進監獄 大概在六個月內 就這麼大的改變 這位性變態才裝女人 大概裝了一年多一點點 OK 一年多之前他還只是 嘻嘻嘻 哈哈哈哈 我只是在做自己啊 跟你們有什麼關係 你們為什麼要在意 一轉眼 連總統都沒換 就變成叫我女人 不然你就應該進擊中英 他們想要控制法律 他們想要控制思想 他們就是一個信仰 現在有著大量無知的女人 以為他們在支持女權 但是其實他們在打壓自己 他們以為這些變性人 是在幫助他們打壓男人 但其實他們是在威脅 他們自己女人的權利 而這個就是他們想要的 問題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這些變性人 同性戀所有左派的議程 都要這麼的堅持 就連打壓自己 這些女權人士 打壓自己也要堅持下去 原因就是因為公眾的謊言 需要力量的威脅才可以成立 例如像說什麼 金正恩沒有肚臍炎 金正恩好聰明好胖胖 這些東西是需要力量 跟威脅才可以成立的 如果我們的社會 是建立在事實真理之上的話 我們就不太需要使用力量 來威脅人民服從 因為人自己有眼睛 人可以看得出來 思考邏輯可以成立 人可以理性的思考 用道理邏輯道德 來了解事實 但是如果我們的社會 是建立在虛假之上的話 虛假的東西就沒辦法使用 邏輯思維來得到答案 你沒辦法很明確地傳達 任何一個虛假的東西 人一看就會知道那個是假的 所以需要用力量來威脅 這樣子的政府要告訴人說 不要相信你的眼睛 不要相信你的感官 不要有任何的邏輯思考 拒絕你的道德良心 閉嘴不然就進監獄 這就是為什麼 美國建國初期的時候 建國國父會提倡小政府 因為美國當時是以事實真理建立的 Thomas Jefferson 就認為說 政府沒有必要這麼強大的力量 當我們的國家變得越來越浮誇 越來越脫離真理 脫離事實的時候 國家要掌權就必須要集權 國家就一定會當一個暴君或者是暴政 因為在一個虛假的社會當中 任何一點真理都會讓整個虛假的社會 徹底崩盤 就像共產主義一樣 聽起來很美好 聽起來很完美 但是他們忽略的就是人性的事實 人性本惡的事實 用一個虛假的理想來打造一個徹底集權 人類全部都是機器的社會 這樣的社會是不可能是一個民主的社會的 人民不可以有任何的機會來選出來代表人 來代表自己 出版社也要全面的管理 不可以有任何的自由 就連在家庭裡面也不可以有任何的言論自由 整個媒體整個傳播只能有一種聲音 不然就會崩潰 我們要被逼著敬敗掌權者 就像北韓的家庭要把金大胖金小胖金三胖的照片 全部都當成他們的本尊一樣 家裡如果失火的 第一個要救的就是那三張照片 因為在那個樣子虛假的社會當中 任何一點真理都會變得非常的有說服力 因為律法已經寫在我們心裡了 每一個人都可以了解律法 所以國家會敗壞 國家會變得集權 是一個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不要以為Dellen Mulvaney是個什麼先行者 想要使用國家的機器來打壓正常的人 是多麼令人訝異的事情 反而是一個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當我們的國家失去了良知 失去了信仰 失去了聖經 失去了神的道德價值觀的時候 就是會墮落 政府會禁煙 但是卻讓大麻合法化 讓小孩安樂死 破壞婚姻 廢除男人跟女人的神聖性 在我們人類的歷史當中 是非常常見 而且不斷重複的事實 而我們基督徒要做的事情 就是阻止這一切 而且唯一的方法 就是跟Tucker Carlson說的一樣 祷告 成福音 把屬於神的律法 跟耶穌的愛 帶給人 而且我們絕對不可以跟罪妥協 就算一點點也不可以 沒有律法 就不可能有愛 而且只有愛 才可以成就律法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ato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MING PAO TORONTO